恒指贵检明天周市后就会公布结果 恒指说要改价 目标到2022年整个成份股里面的数目要有80只 最终升到100只 上次贵检开始到明年就有5次贵检 市场股每次平均要加6只才足够 但是上次其实没有加6只那么多 上次只是加了信义、迫伏和比亚迪3只 所以未来真的不能再拖了 你要追回进度 你要上80只 那不是6只 可能再多些成份股的机会 是不是可能明天会见到多些蓝筹成份股呢 我同意这一点 因为如果你是以往之前的时间 可能你说恒指负物公司 它有个什么叫目标的时间 意味着就像你说的 如果你以往下年的时间 可能只剩下几次开会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到80只的话 意味着你之后的时间 你真的可能加的数量是会比较大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假设你一次一次过加很多下去的话 那可能就会令到市场有点混乱了 那所以你说可能分阶段 你可能每一次加6只7只下去 那我想那个影响性会相对比较长 就是会小一点 那所以我同意的 你说如果你假设恒指负物公司 有目标不变的情况之下 未来这一段时间 加入的量一定会相对比较多 那在市场上 港股千多二千只股份里选择 哪些股份加入的机会高呢 其实近年上市的很多都是新经济股 但是对上一次有科技股染蓝 已经是去年年底的事 那时就是入了一只微团入去 而之后那两次贵减 都已经没有什么科技股份 那究竟未来的趋势 或者如果今次要多放进去 是不是都是在新经济股 科技股里面 找一些东西染蓝会的机会大一点 或者这样的说法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概念呢 最主要就是 因为大家有时候选这个 我们说要选入围的那些 通常会选一些市值比较高的 而且是成功率比较多的股份 那你现在环顾整个恒指里面的 那些股份里面来计的话 哪一类是市值比较大 而且又比较弱一些的话 就是这一批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思路去想的话 你说有多几种下去 那按道理就应该是正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看看过去这一段时间 你说是不是真的会 我觉得真的会加很多呢 反正这一件事我自己有点保留 因为其实我程度上 你会见到的 如果你以现在我们说的恒指比重里面来计的话 其实科技股的占比不是小的 因为你都可以说 本身已经有一些比较大的 就是我们是ATM 另外如果你再加一只小某这些下去的时间 那个占比已经不是小的了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再加一些叫做这一类的股份下去的时间 有些什么的问题呢 就变成就是说 我认为科技股那个占比的比例会很大 而且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加很多一只下去的时间 当然你说如果每一只有一个上限 但问题就是如果这样加下去的时候 变成了同一只科指 变成好像大家差不多那样 所以你说是不是真的会去取态方面呢 是不是会加很多下去呢 我有点保留 因为如果加多两只下去的话 机会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你想到那个叫做恒之里面 可能那个叫做一些比重那边 可能你说有一些比较平衡的话 我反而觉得起来之后的时间 加一些科技股下去的那个机会 反而可能相对比较小一点